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周六崇拜 今年年初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港道系列 叫做《未來報告》 系列的內容是《舊約聖經》裏面的十二小先知 聖學者告訴我們 十二小先知書不單是十二本獨立的先知書 它亦都是一套經過後期編輯精深編排 合十二唯一的先知賊 上個星期我們開始研讀第十位小先知 哈蓋 而哈蓋先知的預言剛剛好 是對應了第十一位先知 薩加利亞書 前後呼應兩本書合成了一個榮耀的一對 哈蓋書的主題是《榮耀的聖殿》 而薩加利亞的主題是《榮耀的君和》 哈蓋書的開始是這樣的 大樓市皇第二年六月初一 耶穀華的說直著哈蓋先知 向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和約書 大祭司全港說 萬鈞之耶穀華如此說 是秘魯巴比倫後大概七十年的日子 當時上帝感動當時的波斯王居老士 通過所羅巴伯一個大位的後人 帶領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 終於可以開始重建上帝的聖殿 不過當哈蓋書開始的時候 事情已經過了十八年 重建的工程進行了兩年 因為有敵人的阻流 耶路撒冷的建電工程就停了 一停就停了十六年 直至哈蓋先知出現 再次呼召以色列人 匯改重新的投入建造聖殿的工程 哈蓋書第一章第三節這樣說 耶穀華的說直哈蓋先知全港說 這殿荒糧你們自己環著天花板的房屋 現在萬鈞之耶穀華如此說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 已經有十八年的日子 以色列人回歸生活 現在有大躍進 耶穀華上帝的聖殿卻荒良了十八年 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 回去耶路撒冷的使命 他們的目的 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的房屋 他們忽略的是上帝的房子 讓我們想起所羅門建造聖殿的故事 你記不記得 我帶你上個禮拜回去想想 《獵王記上》的故事 所羅門用了七年的時間 建上帝的殿 好像很厲害 然後下一節告訴我們 所羅門用了十三年的時間 去建他自己的殿 不僅是這樣 他又幫法老王的女兒 建了同一樣的宮殿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也是十三年 你開始明白 原來所羅門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皇帝 他喜歡的 他在投入的是建造他自己的房屋 他不是在想上帝所要住的榮耀的宮殿 而上帝說你們要醒察自己的行為 你們應該悔改回轉 再次重新投入這個建造聖殿的工程 這個聖殿不是一個普通的敬拜場所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公里頭 不是重建一個敬拜的場所 這個聖殿是唯一通往天國的路徑 所以這個聖殿是一個建造 這個聖殿是一個何等偉大的使命 黑格書在講一個偉大超然的使命 黑格書這本書可以分為五段 而這五段又可以分為兩部分 如果你記得上個星期我已經幫你分完段 接著把五段分為兩部分 綠色的部分在講的是上帝所承包的 和以色人沒有關係 是上帝自己承包的 上帝說我在末頭 將為你們預備一個榮耀平安的殿 在末世我又會為你們挑選 應許一個真正的君王 是上帝的應許 跟著有黃色的部分 在講的是上帝子民的呼召 和應有的回應 上帝呼召他們做什麼 呼召他們要醒察自己 究竟他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跟著要他們回轉重建主的聖殿 於是在哈蓋書裡面我們看到 百姓開始敬為上帝 上帝應許祂的同在 跟著上帝跟他們說文藥智傑 分別為聖 為上帝做事 上帝必然賜福 哈蓋書裡面的神學邏輯是 如果上帝的子民真心的悔改建造聖殿 那他們就會有份進入上帝末世裡面的一個榮耀平安的殿 這個聖殿代表了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 為什麼 因為聖殿是君王上主的宮殿 當大衛王要為耶和華建一個宮殿的時候 聖殿的時候 這個聖殿其實是耶和華的宮殿 所以代表了上帝的國 但是這個聖殿裡面又有祭物 又有補血的所在 於是他代表了上帝的義 上帝為罪人預備罪得赦免的義 而這個聖殿代表了上帝的國 代表了上帝的義 而通過善治下代上帝命令 也是邀請我們 在地上中心建造聖殿 然後用地上小小的聖殿 去換取天上大大榮耀的聖殿 這個是哈該版本的義人必恩信得生 一個跟隨上帝的人可以 以信靠等待上帝終極榮耀和平殿的應許 第二 他會信實的跟從上帝在地上建造聖殿的呼召 所以什麼叫義人恩信得生 第一他相信上帝真的有一個終極的榮耀平安的殿 第二他會終心的跟從上帝的指名 上帝的指名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在地上的時候 不要建立自己的房屋 而是要最深去跟上帝一起建立他地上的聖殿 唯有現在終心建造聖殿的人才可以進入這個榮耀的聖殿 唯有終心建造的人才可以逃過上帝最終震動天地的審判 剛才我們讀的那段聖經 你讀到最後你上帝說 我要再一次震動天地 我講上帝最終極的審判 誰可以逃過這個終極的審判 就是終心建造聖殿的人 於是他們可以進入那個榮耀的聖殿 他可以逃離地上震動的審判 得向天國裡面永遠的平安和生命 我們問以色列人最終有沒有悔改回轉 建造聖殿 忠心服侍上帝 恩順得生 如果你看哈蓋書的時候 他們好像有 百姓真是敬畏上帝 然後他們好像被分別為聖得到上帝的福氣 但如果你繼續讀《舊約聖經》 去到尼希米記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的最後 你會發現以色列人其實沒有真正的悔改 於是去到最後 當我們由《舊約聖經》去到《新約聖經》的時候 當耶穌離門的時候 我們聽見上帝簡選應許的君王耶穌 來到呼召以色列人回轉 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未回轉 馬福音第一章第十四節 耶穌以色列的君王 來到加利尼宣講上帝的福音說 日期滿了 上帝的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信福音 為什麼要他們悔改 因為他們還沒有悔改 當你去到舊約的終結 他們仍然沒有悔改 這個是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呼召 亦都是上帝對我們這裡 每一個罪人的呼召 日期滿了 上帝的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信福音 為了所有悔改 回轉的罪人 耶穌會為我們賞十字架 他為我們出空墳墓 他為我們支付了罪債 他為我們得勝死亡 耶穌自己成為了那個非人手 所做上帝所應許的榮耀平安殿 那個榮耀平安殿 上帝所應許的榮耀平安殿 在哪裡 原來在耶穌裏面 讓福音第二章 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節 耶穌親口地告訴我們 他將要為我們成為那個榮耀平安殿 你們測偉者 當時是希律王的殿 那個聖殿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 你們要測偉者殿 我三天內要把他重建 但耶穌所說的殿是指著他的身體 三天從死亡復活 所以他從死人中復活之後 他的門徒想起他從說過的事 就信了 他們知道上帝應許的榮耀平安殿 最終不是地上一個用手所做的 而是通過耶穌基督他的君王 所成就的應許 他對那個救贖 上帝夫趙我們一定要來到這個獨一無二 榮耀平安殿當中敬拜 這個殿會成為我們的救贖 說到這裏呢 你需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無論在舊藥裏面 或者在新藥初期教會的時代 每一個人其實當時都有一個聖殿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敬拜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敬拜的對象 在當時的世界裏面 沒有人是無神論的 沒有人是無道友的 要不就是在敬拜一些偶像假神 要不就是在敬拜獨一的真神 所以當一個人尤其當一個外邦人 他要來到耶穌華榮耀平安的殿去敬拜的時候 他一定要棄絕他從前的偶像假神 他要離開他舊時的殿去到一個新的殿去敬拜 這是一個生命的抉擇 棄絕假神敬拜真神的抉擇 恨戶世界愛慕天國的抉擇 不願妥協金受迫白的抉擇 再說上帝不單止要我們 在耶穌的榮耀平安殿裡面敬拜 上帝還要我們和耶穌一起在地上 建造這個聖殿這個靈宮傳陽天國的福音 所以這個殿不單止是我們敬拜的地方 這個殿也是我們一起興建的地方 這個是當你從舊約去到新約聖經裡面 去到初期教會的時候你發現 原來我們有個呼召 我們的呼召不單是敬拜 我們的呼召也是建造 我們在這個殿裡面敬拜 我們都在這個殿裡面去一同建造 是使徒保羅、使徒彼得、使徒約翰的呼召 也都是你和我和今天教會的呼召 但我們去到彼得前書第一章 第十三節彼得這樣說 你們夢了從生 是由於不會扭壞的種子 是即著上帝永活常存的道 這話就是你們的福音 所以要愛慕那純正的靈奶 像初生的英凡愛慕那一樣 好使你們即著他成長以致得救 未講完繼續第二章第四節 要親近主他是活石 雖然被人所凋棄 卻是上帝所揀選所珍貴的 你們作為活石 要被建造成熟靈的殿、靈宮 成為聖結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獻上蒙上帝 月納的屬靈、祭物 我們可以將彼得前書裡面 建造靈宮的這個呼召 用三點來總結 你們聽著這三點是 活道、生活石、順奶、掌英華 最後靈石、成靈宮 你開始明白那個異象嗎 那個異象我們因著活道而生出 變成活石 這個活石怎樣可以掌成呢 你要喝純正的靈奶 這個嬰孩就會長大 跟著這個靈石和耶穌基督 作為那個防角石 一起變成了一個靈宮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不斷強調 大家一定要讀聖經 因為你怎樣去成長 你怎樣可以變成一個靈石 從一個活石 是因為你需要上帝的話語 你要聽他的福音 所以大家要勤力地讀聖經 大家要聆聽上帝的道 因為一切都基於上帝的話語 基於耶穌基督的福音 在這個福音裡面 我們一起生 一起獎 一起成 成為了上帝的聖殿 成為了上帝的靈宮 於是 在彼得禪書裡面 你看到他們被迫白 而他們要在這個黑暗的時代裡面 傳揚上帝 榮耀的福音 如果你前兩年你有聽過我彼得禪書的訊息 你會記得我叫彼得的義仗 叫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s 中文是不動的基石搖滾的聖田 上帝在這個不動的基石 耶穌基督上面 開始建立一些靈石 這些靈石就是我們 但我們不是很動在那裡 我們是活活的活石 我們是搖滾的石頭 我們搖滾要把上帝的福音傳到這個世界上 這個是我們建立靈宮的秘訣 上帝的道不斷地在我們當中去成長 可能有人會問 尤牧師除了勤讀聖經 聆聽主導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你可以去幫助我們去回應 上帝建立聖殿 建立靈宮的呼召 有 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 哈蓋樹建立聖殿的呼召 怎樣去回應 試圖彼得建立靈宮的呼召 我想用兩首感恩的詩歌 一個沉重的警告 再加兩個奉獻的討告 幫助大家去回應上帝 建立聖殿 建立靈宮的呼召 再說一次 兩首感恩的詩歌 一個沉重的警告 兩個奉獻的討告 第一首詩歌是最重要的 你學不好這首詩歌 你就無力去建造聖殿 但如果你學好這首詩歌 你必有大能大力 獻上此生 全人的去幫上帝 和上帝一起去建立這個念 這首歌叫做什麼呢 叫做你的居所 何其何等的可愛 英文是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你要有氣力去建造聖殿 你必須首先要 喜歡住在這個聖殿裏面 誰是會最努力去建立聖殿 就是喜歡住在聖殿裏面的人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可能我們當中有些人會記得 林牧師傅記得這首歌 很多年前的了 不過我以前在聖殿裏面唱過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其實我在想的不是一首詩歌 我在想的是一段經文 一段眾多中文英文詩歌 都盤旋匯聚在當中取材的一段經文 有一段經文 很多寫詩歌的人都會去那個經文裡面 去取經 那段經文是什麼 那段經文是詩篇八十四篇 我想讀幾節給你們聽 詩篇八十四篇第一節 萬鈞之爺胡說 你的居所何其何等可外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第三節 在你祭壇雅女麻雀 找到自己找到了家 如此住在你的見宗 有福 第二節 我讀完第二節給你聽 我羨慕 學想搖和華的電語 我的內心 我的肉體 向上帝歡呼 第十節 在你的遠語一日 聖似千日 有沒有聽過這些歌詞 寧可在上帝殿中開門 開門即是不能進去 吃西北風 不願在惡人的仗行裡 我寧願跟上帝 在他的門口裡吃西北風 我都不要住在裡面 溫溫暖暖 是否開始有些記憶 詩篇八十四篇 你可以數到很多的英文歌 中文歌 都是取材於 尤元成敬 有太多太多的中英文詩歌 是從詩篇八十四篇而起的 然而在他眾多的創作當中 都忽略了 都忽略了詩篇八十四篇裡面最重要的元素 你有沒有想過詩篇八十四篇裡面最重要的元素在哪裡 最重要的元素原來是那個小題目 superscription 有時你去讀詩篇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開波的時候 有幾個細字 那些細字是什麼 原來詩篇八十四篇有一個細字 那個細字叫做 可拉後裔的詩歌 這個是詩篇八十四篇的小標題 是最重要的元素 誰是可拉的後裔 可能當中如果你讀過聖經 或者讀熟讀聖經 你會記得 我記得 可拉的後裔是 利美人的後裔 他們是負責聖殿裡面做敬拜的 然後你說 難怪他們這麼喜歡讚美聖殿 因為他們是拒奮工來的 這幫人在聖殿裡面打工 賣花賺花香 牧師當然喜歡你回教會的 如果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不明白 原來這些可拉的後裔 之所以這麼愛 愛慕上帝的聖殿 是另有原因 為什麼他們這麼愛慕聖殿 我想帶你回去看文數記第十六章 文數記第十六章這樣說 李美的曾孫可拉 帶了以色列人 二百五十個領袖 聚集攻擊摩西 可拉召集全會眾到會幕門口 攻擊摩西與阿倫 這時 奕華的榮光 向全會眾顯然 我們問錯了一個問題 我們的問題 我們問可拉的後裔是誰 我們要問的可拉是誰 可拉是文數記當中的表表者 如果你有聽過我說文數記 你知道文數記有個題目叫做 抗野中的大叛逆 可拉是其中一個大大的叛逆者 可拉叛逆上帝 他不是攻擊摩西 他是攻擊摩西背後的上帝 於是可拉最終被上帝所審判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看文數記第16章 你見到上帝很生氣 生氣到把地分裂震動 震動 然後地開了列口 可拉和他的家屬 並他所有的財物全部噴了下去 上帝又有烈火從天移降 吞死了那250個 跟可拉一起叛逆上帝的人 這個是可拉所做的惡事 是上帝對他的審判 而上帝沒有將可拉所有的後代滅絕 沒有諸他狗族 上帝為叛逆該死的可拉 留有餘種 可拉有餘種 可拉的餘種在哪裏 在詩篇84篇裏 可拉的後裔寫一個讚美上帝的詩歌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是一群回轉回改 蒙上帝因為憐憫的可拉後裔 他們讚美上帝 讚美上帝的什麼 第一你看到他叫上帝做什麼 他叫上帝做萬君之爺 什麼叫萬君之爺 你見不見上個禮拜我講 哈格書裡面的上帝就是萬君之爺 哈格書裡面有38節裡面 出現過萬君之爺 出現了14次 上帝是大而可謂的上帝 上帝是聖結恨惡的上帝 然而這個上帝萬君之爺和 太有憐憫 連述我們的罪人 我們全部都該死 現在我們在上帝的憐憫之下 我們可以服侍他 我們可以在他的殿中 我讚美他的聖殿 讚美他的聖殿裡面的什麼 在你的祭壇那裡 他找到了家 在你的祭壇裡面 我得了福氣 他不是單單喜歡在上帝的聖殿裡面 他是在上帝聖殿裡面有一個地方 他特別喜歡 特別喜歡什麼祭壇 為甚麼 為甚麼 巴BQ 喜歡吃BBQ 不是 祭壇有些甚麼 祭壇那裡 由上帝為回轉罪人所預備的公義和憐憫和平 在祭壇裡面 祭壇裡面有公羊 祭壇裡面有被載的公羊 祭壇裡面可以醉得赦免 在祭壇裡面 可拉的後裔 找到的 不是自己的公義和平 是上帝為他預備的公義和平 上帝為可拉的後裔 去向更大的叛逆者 那個叛逆者 是亞當 我猜沒有人是可拉的後裔 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 這個故事在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可以讚美上帝的聖殿 好像可拉的後裔一樣 為甚麼 因為我們是更大的叛逆者 亞當的後裔 現在我們蒙了上帝的憐憫 我們是亞當的愚蟲 我們今天可以來到上帝的面前 因爭耶穌基督為我們留的寶血 我們可以敬拜祂 如果我要在新約聖經裡面 找一個平衡的經文 去形容 去述說可拉後裔的故事 這個平衡的經文大概是二筆所書第二章 二筆所書第二章這樣說 我們可拉的後裔 亞當的後裔 從前也有放縱肉體的屍肉 除了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生 去做生來 就是該受懲罰的人 其實原文的翻譯就是 該受憤怒的人 我們是object of His wrath 上帝的憤怒應該在我們身上 但願意上帝有豐富的聯盟 恩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得救本乎因 你們得救本乎因 恩著信 這不是出於你們自己 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出於行為免得 有人自誇 未講完我 上帝拯救完我們之後 上帝說 你們 我們是他所造之物 重新再造的物體 再耶穌基督女 創造重新建造 以至我們 中美的翻譯真的不好 行善 不是 行上帝的旨意 什麼叫善事 在聖天裏面的善事 是上帝的旨意 誰會全人睡著 去跟上帝一起建造他地上的聖殿 誰 叛逆該死 悔改 信靠蒙恩的可拉後裔 叛逆該死 悔改 信靠蒙恩的阿當後裔 你是否其中一個 如果你是的話 你會跟他們一起唱歌 讚眾上帝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 你會期盼每個星期來去敬拜他 接著你要頭身跟他一起 在地上建立他的寧宮 他的聖殿 這是第一首歌 最重要的那首歌 但你未學懂這首歌 你沒辦法唱下去了 你一定要學懂這首歌 你學懂這首歌 下面那些東西就通了 但我們都要繼續 講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跟第一首歌 一樣這麼美麗 第二首歌 鼓勵我們 將我們這一生的作為 去跟上帝交換 可以得到永恆的賞志 第二首歌 也是我很喜歡的 叫做 古舊十格的 Old Rugged Cross John Banner 的一首歌 大家都非常之傻 剛才我講過 當一個人要跟隨獨一無二的上帝的時候 這個人必須要離開他從前的聖殿 從前的假神 跟著邁向上帝 獨一無二 榮耀平安耶穌基督裡的聖殿 從聖經的角度來講 這個人必須要背負十字架 他要面向這個世人對他的羞辱 為什麼 因為正如保羅所講 十字架的道 在那滅亡的人為原著 當一個人要離棄這個世界 我不去賺錢 我不去追求這個地上的名為 我要將我的餘生獻給上帝的時候 周圍的人應該說 哇 神經 要有一種這樣的羞辱 這個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要全人求生在榮耀平安上帝 耶穌基督的殿裡面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古舊十架 會成為每一個天路客裡面 其中一個很巨大的盼望和鼓勵 但我不知道你有否唱過這首歌 我小時候唱的時候 我已經很覺得他在講我的 他在講我的經驗 他給我一種鼓舞 我尤其是喜歡這首歌裡面的第二節和副歌 第二節和副歌也都正正是回應了哈開先知給我們的訊息 叫我們用這一生人去交換 永恆更偉大的事情 或者 古舊十字架 被世人所輕視 你可以將自己的信仰代入去 我們基督的信仰在世人被輕視 我卻以十字架為寶貴 神愛子主耶穌寫氣天上榮華 願背負十字架 往各各各他 故我愛高舉主十架 願將世上虛榮傳放下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 背負了十字架 到哪日可換公義冠冕我的十字架 古舊十架 我所背負了一生的 為耶穌基督所背的十字架 最後可以換一個榮耀的冠冕 以地上少少被人看為羞恥的聖殿 去換取一個大大天上榮耀寶貴永遠的聖殿 是不是 這個是上帝給我們的呼召 所以兩首感恩的詩歌 但是我們進入一個非常之沉重的警告 出於耶穌基督他自己的警告 耶穌基督的警告是什麽 錢財迷惑制住他 錢財迷惑制住他 這個警告其實在小占之書裏 已經出現過好幾次 我想你都還記得 我們說在黑戴書裏面 為什麽擺下了興建聖殿的使命 因為錢財 因為錢財迷惑者 電荒良 你們還住天花板的房屋 他們開始不想上帝的店 在想他們自己的房屋 他們被錢財所迷惑不建主聖殿 如果你再回去前面 你記得我們那時看西班牙書的時候 上帝很不相信這些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 西班牙書第一章第十二節 上帝說我必用燈巡查耶路撒冷 我要懲罰那聲冷漠外製 你記得嗎? 我四個英文字都給你了 stagnant, sluggish, complacent in different people 上帝恨這四種人 或者四種人其中一種人 上帝最恨那些就是冷漠外製的人 你都說我不是喔 我不冷漠外製 我做事很勤力 我讀書很勤力 你宿令不勤力 所以你最恨恨宿令上冷漠外製的人 stagnant, sluggish, complacent in different people 為什麼這些人會冷漠外製 如果你看回上帝 你知道是因為錢 是因為錢 是因為他們沉迷在自己享受的人生的當中 當我們由舊約去到新約的時候 從先知的口去到耶穌的口的時候 你就開始越來越感覺到那種沉重 耶穌是《馬歐福音》第四章裡面說 他天國的比喻 耶穌這麼說 患有那殺在驚激雷的 就使人聽了到後來有世上的憂慮 錢財的迷惑 各樣的屍辱盡來 把刀堵住了 堵住了速度 堵住了好像捏他捏死了 又不是馬上兩分鐘捏死他 慢慢捏死他 慢慢捏死他 令他沒有辦法去成長 捏死他 結不出果子來 耶穌說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在我們香港這個極端的 物質主義的社會當中 我們不可以水過鴨背 草草了事 忽略耶穌基督對我們重複又重複的警告 我去了教會很多年 我發覺教會去到這些錢的東西 很隨便 當耶穌沒有說過任何東西 但我們活在一個這麼密實主義的世界裡 我們周圍我們看到這麼多外製的基督徒 這麼多對熟靈事 和冷漢的基督徒 都是和錢有關 為什麼我們不去聆聽耶穌的警告 我們需要聽耶穌基督的警告 不是水過鴨背草草了事 你苦心自問 你滿腦子裡面的計劃 跟上帝有沒有關係 我們有很多的計劃 升學的大計 進修的大計 升職的大計 創業的大計 置業的大計 投資的大計 拍拖的大計 旅遊大計 結婚大計 家庭計劃 家庭大計 兒女的大計 接著去到兒女那刻 又重新來過了 又幫兒女一起做升學的大計 進修的大計 升職的大計 創業的大計 直至你快要死 你說我還有退休大計 說了這麼久 上帝的大計在哪裡 上帝沒有計 上帝的大計就是幫我去成就我的大計 What Bible have you been reading 你究竟在讀哪本聖經 哪本聖經裡面說上帝沒有大計 哪本聖經說上帝的大計就是幫助你 成全你的大計 完全當上帝沒有到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上帝地上有一個榮耀的大計 那個大計是他建造聖殿的大計 建造靈宮的大計 我們現在去回舊約的以色列人一樣 我們忘記了我們存在的目的 你為什麼你今天存在這個世界 上帝帶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什麼 建造上帝的聖殿 不是叫他們 好了 現在可以逃離巴比倫 去找到自己的夢想 去追吧 你 縮了 完全縮了 聽到這裡 可能我當中這些人開始有點不信氣 我忙了一個禮拜 回來教會 就是想有些遺跡 是嗎 你正面正能量我 誰知道要聽我這樣的瘋子 在這裏罵 如果這個警告 真是出於瘋子 你問耶穌的話 我想你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那問題是 那句說話不是我說的 是耶穌說的 耶穌是上帝 上帝的兒子 耶穌是神人 耶穌是主宰 是審判者 耶穌警告我們 我們怎麼可以不聽 在過去一個星期裏面 我在讀一本書 一本研究現代 工作文化的書 其實它是在研究直谷 就是Silicon Valley裏面的工作文化 它的題目叫做 Word, Pray and Co 它一開播的時候 就給了一個很可怕的故事 它第一章 第一個chapter說 Losing my religion and finding it at work 它說當一個年輕人 去到直谷做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他們再不信耶穌 特別是研究一些基督徒 年輕的基督徒 去到直谷的時候 失去了他們從前的信仰 跟著在工作上面 成為了他們的信仰 我將這段故事 翻了做中文 是我自己翻的 我想讀給大家聽 這個是一個故事 即是本書開始的故事 講一個叫John的年輕人 這個題目是 失去了信仰 工作成為新信仰 這是一個關於遺居 直谷失去信仰的故事 但是 這也是一個在直谷 找到新信仰的故事 那新信仰就是工作 約翰這個年輕人 二十多歲 從沒選擇離開基督徒信仰 他一生人都是教 他去到大學裡面 都是團契 他自己那些 基督教組織的頭 他是一個屬靈的領袖 然而他去到直谷 他就離開了長帝 約翰從來沒選擇 離開基督信仰 也沒有再信仰危機 也沒有與信仰決裂 然而他的基督信仰 慢慢枯毀死亡 就像一棵活在巨大 紅木樹影子下的樹苗 缺少了水和光窒息而死 工作的神 就像出埃及記中的上帝 是記邪的上帝 他要的是尊一的敬賴 當我看到這個作者很生動的形容 他說 你可能要去加利福爾尼 你才見過那些紅木樹 很巨大的紅木樹 他說你是紅木樹旁邊的一個幼面 紅木樹有什麼工作 在那裡工作就是做王 公司好像給你很多錢 公司給你免費的早餐 不是盡餐 公司幫你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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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給你看 但是本来的24小时都帮公司赚钱 他说在这个巨大的红木树的旁边的树苗 被红木树盖住 遮住 没有阳光 水分又不够他吸 结果这个幼苗慢慢窒息而死 不是立刻死 不是有个石头打死他 是他慢慢枯毁死亡 当我看到这个这么生动的形容上 我真的无不爽言 因为这个不是植谷的故事 这个是香港人的故事 是我已经在教会里面见过 无数年轻人来到教会这一刻 接着不见了 你跟他谈了一会儿 你已经知道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 接着就没有了 不是立刻没有 搞不得他回来 但是慢慢慢慢 他没有了 这个是你的故事 这个是我的故事 这个是现代人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需要听耶稣警告的故事 再说 今天你和我的身体都在这个圣殿里面 我问你 你的灵魂有没有在这里 你的身体人到了 现在有些人都不到 因为网上可以重大 但是你身体到了 是不是代表你的灵魂到了 你是否全心全意坐在那里 想着 林牧师快点说 我怎样可以和上帝一起同工 建立地上的圣殿 我在那里看下这个表 你说完了没有呢 我赶下场 我有很多东西要做的 我在那里交货的 我教宗的 就是这么多的 我们这样的人生 完全和上帝的天国缺绝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有时候在发问 我想起基督教教会历史里面 有一个叫做修士的运动 monastic movement 有没有听过 当教会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 厉害了 从前做基督教会被人逼拔 现在不是哦 很威风哦 从前换来的就是整个教会开始世俗化 在当时有一些人 尤其是年轻人 他开始一个monastic movement 他做修士运动 怎样呢 他们离开这个世代 去到郊区自己找一个地方 过一个很原始 很简单 很樸素的生活 去追求上帝 他们在那里抗议 抗议教会世俗化 抗议廉价因点入侵教会 他们要恢复重价的因点 我有梦想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有一个新的monastic movement 有一个modern monastic movement 从两个m进化到三个m 因为起初的monastic woman 他们是专门担心 她不会结婚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人住在香港里面 然而我们用一种修道的全人全心去给上帝的精神 我们抗衡不让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抗衡不要钱财的迷惑 我们拒绝向这个世界低头 我们选择简朴的生活 我们追求天国的意义 我们要跟上帝一起建立他地上的圣殿 他的灵工 跟着我们要将这个生活模式 传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不会逃避香港 但是我们要抗衡香港 将我们真正信仰最宝贵的东西 一代一代成全 提醒我们跟我们下一代 我们存在的目的 我们存在的目的 不是要兴建自己的房屋 我们存在的目的 是要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敬拜 并和上帝一起建立他地上的圣殿 我们要开始一个现代的修道运动 也是一个现代的宣教运动 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面 但是我们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呼召罪人悔改 进入上帝的天国 耶稣这么说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你想想是不是你 你想想耶稣是不是跟你说 有什么亦存 人还能用什么来换生命 犯灾者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的道当作可耻 刚才你听了是上帝的道 希望不是林牧师的道 你当不当上帝的道 没有道可耻的 人子来临的时候 也会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两手感恩的 试过一个沉重的警告 你怎么可以逃离这个审判 你怎么可以逃离这个审判的警告 唯一的方法就是唱着那两首歌 其他一定要唱那首歌 你不唱那首歌你没力的 你要唱 你的居所何其可爱 我就是喜欢住在你的居所里面 我就是喜欢你的圣坛 因为那里有补血 我就是要把我的十字架和你交换 变成你荣耀的观念 你唱着那首歌 听着耶稣的警告 献上以下两个献上一生的祷告 第一个祷告 Jim Melliot的讨告 这人一点也不熟 he is no fool 如果当中你听过他说到几年 你要知道我一定讲的 我久不久都讲Jim Melliot 1949年Jim Melliot的讨告 整句是这样讲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give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中文翻译 一般的 为那为得到那永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留的 这个人一点也不傻 反过来说 谁是个傻子 要保住他一定会失去的东西 不将他要失去的东西 和将来不会失去的东西交换 你想想这个是不是 哈哥是纯正的 哈哥叫你努力地在地上 为上帝而活 将那个小圣殿和上帝的大圣殿换 你说不要 我只抱着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的屋 你不是想着上帝那间屋 你不是想着自己的屋 抱着你的屋 不肯放 he is a fool 他是一个傻瓜 抱着他没有办法保留的东西 因为上帝要震动天地 震动的时候 你这家屋去了哪里 所有的东西全部失去 he is a fool 好 上帝呼召我们去回应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将我们将会失去的这个短短的人生 和他不会失去的怨恨 去交换 耶稣自己这么说 有人要跟随我 他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他就要跟随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命的 要丧失生命 凡为我自己与福音丧失生命的人 你保不住的 你的命都是没有的 但你若为我去赴上生命的时候 你必拯救到自己的生命 Jim Elliott一点也不诚 我想大家都大概听过Jim Elliott的故事 22岁写这句名句he is no fool 三年之后25岁和几位弟兄 去了厄瓜多尔的山区 想要和一帮食人族传福音 一年半后26岁生日和太太结婚 再过多两三年 1956年的1月8日 29岁和四个宣教士一同 接触到这个食人族当中的十个勇士 被他们刺杀所死 29岁遏下了太太和十个月大的女儿 据我们所知 其实当时宣教士手上有窗 但是他们拒绝 用在他们敌人的身上 失去了生命 得着了生命 播下了福音的祖父 最后这群食人族 也都因为他们太太的见证 信徒基督 He is no fool 他不是一个 借人一点也不熟 将自己不能保留的生命 去换取 一个他不会失去的生命 当然我们在这里 将会失去 为福音失去生命的 应该是少之有少 绝无担忧 所以呢 我给你多另外一个讨告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多 也适合你 最后一个讨告 叫做我愿意放弃所有 Betty Stam 又是如果大家听我讲到 讲得很熟的时候 你都会一定听过 Betty Stam的讨告 主下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计划和目标 我所有的欲望和梦想 我愿意接受你对我一生的意愿 我把我自己我的一生 我一切所有完全的献与你 永远的献与你 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 包围我 按你的心意 不是我的心意 去使用我 猜獻我到你所要我去的地方 愿你的志意行在我的身上 不顾任何的代价 从今直到永远 1924年18岁 Betty Stam在中国长大 是一个美国宣教士的女儿 20岁回去美国读大学 25岁再回去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士 27岁和他先生John Stam结婚 28岁1934年12月8日 和丈夫一起被斩首 死在一群不认识上帝的军人手下 围下三个月大的女儿 我再讲一次 我们当中会有机会 丧命的人去接无紧人 但是这个祈祷不需要给那些要死的人去讲 只要你今天和我 仍然活着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祈祷 这个是每一个几个徒 都应该做这个祈祷 把我们的生命奉上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在这里不是施行你的计划 不是叫上帝 帮我们施行我们的计划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行他的计划 我们要尋求他的计划 如果你把你本宝里面 全部都是你的计划 上帝怎么填你他的计划 插针都插不入 你要把你的宝仔 变成一张拍子 牵给上帝 上帝一定会写 一个你意想不到 超乎你所想所求的人生 两个感恩的诗歌 一个沉重的警告 两个奉献的祷告 在感恩节的崇拜里面 牵给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去回应 哈嘎的呼召 耶稣基督的呼召 背起十字架 不爱建造地上的殿雨 只爱建造天上荣耀平安的殿 不浪费此生 好像那个傻瓜 傻儿门那样 建造自己的宫殿 而一生去忠诚信实的智力 建造上帝 耶稣基督里面的灵工 单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想象如我们每一个人 都唱着这两个国 如果每一个人 都听耶稣对我们的劝告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 都唱着这两个国 听耶稣的警告 奉上这两个祈祷 我们现在教会都开始震 铜锣湾都会开始震 全香港都要震动 求主帮助我们 相信祂的话语 听耶稣的警告 唱着祂福音镜银 将福音传给你们 大家一起祈祷 大家一起祈祷 我要天父多谢你 多谢你的圣经 多谢舊弱的先知 多谢这些 我们很容易就略过的故事 多谢你 因为是耶稣将所有的故事 祈祈祷 祂承传了上帝 给人类的盼望和应许 祂也都继承了先知 祂也都继承了先知 对当代每一个人的 劝告和警惕 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 祂的补血为我们而来 今天我们的诗歌 总赞着祂为我们承传的救恩 求主帮助我们 去聆听祂的呼哲 求主帮助我们 好像可拉的后裔 如果可拉的后裔活到新弱 他们很开心 原来圣殿不只是说一个建筑 是说上帝的儿子 为我们受死 可拉的儿子 会苦补在耶稣的面前 请猜忍我 请使用我们 将你伟大荣耀的福音 传遍世界 你的居所何其美丽 你的圣殿何其美丽 这福音何其美丽 求主你帮助我们 唱着那两支赞歌 听着耶稣的警告 奉上我们自己的生命 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使用我们 我想祈祷你奉主耶稣基督明卡 感谢观看